随口说大马大家好啊 在海外的人想直播 你是不是为这事烦恼过 其实没什么可烦恼的啊 你会经常收到短信说 你需要开通海外直播权限 别去上那个当 受那个骗 花那个冤枉钱 我教你啊 海外直播啊 只有三种促进 第一 你自己跟这个抖音去申请 硬性条件是100万损失以上 第二 你加入一个MCN 就所谓的网存公司 或者直播公会 他们就会帮你开通这个直播权限 但是他会分取你音浪 就是他有抽成 他有抽拥 然后第三种 就是我用的那种 老朋友都知道 我有两个号 还有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大马不是马 那个号 那个号在去年吧 去年或者前年 就是我用过直播 怎么做的呢 现在我教你啊 不用花钱 咱们把画面切到我这个手机上啊 咱们点开这个抖音 创作的中心 然后应该是这一边吧 主播中心 然后点去开播 哎 来了 然后你看这儿写着呢 开始视频直播 你看它显示什么 服务器升级调整中 暂不支持 暂不支持本地区开播 这代表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显示的 代表不能播 没关系 啊 好啊 咱们把这个画面切到电脑上了 你们看这个啊 看鼠标的这个位置啊 艾斯助手 这个叫艾斯助手 点开 然后呢 要求用数据线连接苹果设备 这只是苹果的啊 安卓的我不会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 正在连接设备 请稍等 哎 这个连接上了啊 然后呢 咱们用什么啊 用上面这个工具箱点开以后 看到这儿了 有一个虚拟定位定位地址 你看我有历史记录 我定的是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然后我点这个 然后你选好地址以后 当然你也可以选广东啊 广西啊 你愿意选哪选哪啊 我原来直播选的就是北京 点这个修改虚拟定位 等着就行了 它显示是正在下载组件 这个时候你要保证你的手机 跟电脑是连接的啊 然后等着就可以了 修改虚拟定位成功啊 点确定 好了 咱们现在修改完了啊 再把画面切到手机上 找到我的这个抖音 然后点加号 开直播 看它开启位置 这就已经变成北京了 然后再点开始 看到了吗 它就显示准备中 3 2 1 我现在已经在直播了 已经在直播了 看到了吗 这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把画面切回到这个电脑上啊 照一句话啊 因为爱道斯设备带有GPS效果功能 故此虚拟定位非永久 爱道斯12以下大概两天 爱道斯13几以上约36小时 普通你直播这肯定就够了啊 哟 这都你看这都进来人了 今儿都到这儿了 关了啊 你看我把这个结束直播 看到了吗 这还有显示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显示的是什么呀 我是从17点11到17点10号 共播了一分钟 观众人数18人 看到了吗 我就播了一分钟都有18个观众 超过了57%的同级别主播 OK了啊 有什么不明白的 私信我 我再给你们讲